我记得当时是刘雨昕住在我对面 然后开门 然后我在关门那一瞬间 我看她开门 然后有一瞬间的那么的对视 然后因为之前知道她蜜蜂少女队 然后所以就知道她 然后一个对视 然后我就立法把门关了 因为当时你们说不能见面吗 她一直说她自己很冷血 但其实我知道她内心有很热血的一个部分 其实很能打动人的一个部分 但是她自己就觉得我很无情的呀 我很冷酷的呀 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 其实她很真我觉得 她怎么会这样 差异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 Tiki很敏感 就是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一个小女生 须眼就是以前觉得她好像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面 然后不怎么讲 然后很克制 高冷 不好接近 最严重的好像是她 但现在最放出来反而反差很大的我觉得是她 Tiki呢就是是一个开心果 跟她表面上的那种超胸的 我们之前反正有一次我是在心里的走廊上路过 超胸的就是 哇塞那个真的是看我的眼神是啊 超胸的就不敢接触 然后后面接触了之后真的开心果 然后那时候就是 她其实也是很细腻 很感性的一个人 小唐其实 跟我想的她是很像的 第一次见面 就是她是直率 然后很讲义气的一个女生 可能一位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 然后雪儿就是啊 看着是高高伦的那种漂亮女生 然后完全就是 大概不是就都叫憨憨吗 又感觉又容易被欺负 吃的又多 然后上火锅还抢走别人菜的那种女生 她跟Tiki那种小女生是不一样的 其实她也真的是一个小公主来的 她没有Tiki那么敏感 因为她很多 她还放在心里面不太讲 然后柯柯她是那种 其实什么都懂 还会照顾大家的那种 我觉得 就感觉就希望我们这个能做第二期 就感觉我们应该是每天都在一起的状态 应该大家是很想看到我们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我们自己也习惯了 就这种感觉 就我自己真的不觉得 我们下期的结束 我们下期的结束